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第一页上有最后是彼此相爱 所以这个已经在我们这个单页上持续了两个多月了 那今天我们终于有这个时间 然后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 基本上我们做一个简单祷告 我们的天生的父母 我们真的感谢你称颂你赞美 因为你的是造物的主 给我们生命的主 你是宇宙的王 是王中的王 谁呀 我们在你的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有66本书 这里面所有的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是真理 我们确信无疑 神你们交给我们 给我们一个命令 那什么命令呢 就是让我们信你的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彼此要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是多么伟大的事情 我们今天就借助约翰福 约翰福 约翰一书第三章 第十一到十八节 我们真的把你的话学到我们心里去 学到我们内心里 让他们在我们心里榨根 让我们知道我们彼此在教会里 弟兄姊妹之间如何相处 让你把你的大爱活出来 我们彼此相爱来活出来 一双祷告和奉一封耶稣基督的名 阿妹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你听说爱的回生的故事吧 也许没听说过 在一个大山里 在一个山里 有一个小孩 一个小孩 大概七八岁 他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昆虎 他有一天呢 他从大山的南边 就向他北边喊 他说嗨 嗨 对边来一个声音 嗨 嗨 他说你是谁 对边喊你是谁 他说后来着急的 他说你出来见我 对边说你出来见我 诶 那个回国说 这不是在戏弄我啊 这怎么怎么回事 后来他说 他喊这个 我要打你 他说我要打你 不是吧 后来说 我要骂你 他说我要骂你 哎呦 真的 他越感到有愧果这个事 他说 那对边有点要打他 你说他着急了吧 赶快往家里跑啊 跟他妈妈消失 他说妈呀 对过这山里有一个人 他要打我 对不对 他要打我呀 他要骂我 这真是稀能猛 妈妈说 妈妈告诉他 我的孩子啊 亏果啊 你这次换个话 换个话题 试试 他说你哀 我爱你怎么样 诶 这个亏果直接听过话 他去了 他喊了 他说我爱你 对方声 我爱你 他说再喊了一句 我爱你 对方又说 我爱你 你看到 等你喊 我打你的时候 对方回过来说我打你 等你喊 我爱你的时候 对方回过来说 我爱你 是吧 在这个 奴家福音 第六章 第三十 三十一节 这样告诉我们 你看着啊 他告诉我们 如果你想怎样 让别人对待你 你就怎样去对待他人 这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在看一书 第三章 第十一到十八节 神 他给我们的命令 给我们说命令 让我们彼此相爱 等你对方 比如说 张三 是我们弟兄 李弟兄 你需要他爱你的时候 你要爱他 你要爱他 是吧 你要爱他 下面让 让我们来一起读个经文 读个经文 这个 我编给你读啊 我是讲道啊 我是接近讲道 所以呢 它不是你看起来 不是一个点 那我把这段经文的核心 一定要跟你分享 是吧 跟你分享 是吧 是吧 约翰一书三章 第十一到十八节 第十一节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是吧 我们这说呢 它是应当的 因为是受的 你应该的 是吧 是应该的 神告诉你 应该这么做 是吧 同样 彼此相爱 你 我 他 不管你是年龄 不管你的种族 我们作为基督徒 都是彼此应该 应该是彼此相爱的 到什么程度呢 是互相爱的程度 因为你知道这个感情 你知道人和人的关系 它从第一点说是丑喷的 然后以后 它可能说 我对你不冷不热 然后呢 就比较喜欢 最后倒了一个层次 是爱 谁告诉你啊 要彼此相爱 这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么做呢 这就是你们从七叔所听的命令 七叔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基督 他诞生以后 已经给了你这个命令 好吧 七叔所听的 他给你拖文 这就告诉你这事 给你有反面的例子 不可降概念 你降概念的话 是绝对不可以的 概念是谁 一会儿跟你分享啊 是圣经旧约里 第四章 专门介绍一个 杀他弟弟的哥哥 他是属那恶者的 杀了他弟兄 为什么杀了弟兄呢 是吧 我说你了 因自己的行为是恶者 弟兄的行为是善者 是吧 因为他这样的话 等你人有一个嫉妒的时候 等你有这个嫉妒 给你一个冲动的时候 你就开始故障行为 就大动了杀机 是吧 动了杀机 动了杀机 第四三点 弟兄们啊 世人若害你们 不要因为稀奇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是受神 是吧 所以被安造了 我们是受神 我们是接受耶稣基督的 是吧 我们因为爱之中 就晓得是已经 从死入生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经句啊 在这儿啊 等你知道爱的时候 你就从死亡中 从那个最终 得到的结局中 给争扎出来 你就会获得了有生的生命 是吧 没有爱心的 仍住在死中 好 第十五节啊 你看这儿 这段一直到第十 一直到十五节 都是讲的这个 恨和杀人 和爱的关系啊 凡恨他弟兄的 就是杀人的 为什么 你恨你弟兄的杀人呢 因为你恨你弟兄的时候 你就有一个杀人的这个灵 在你那儿住着 等你有这个杀人的灵的时候 它这个灵 就支配你的思想 然后你的思想 就支配你的行为 支配你的言语 你就会做得出来 对吧 这个我们做不少言语 你们小的 小的杀人的 没有永生住在他里面 是吧 第十六节 主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 主还是为我们做牺牲的 一会儿我们会讲是吧 不是谁做我们的牺牲 什么是爱的 主怎么做的 你就跟着怎么做 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你会当为提论 因为我们都是主里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同为一个肢体 等对方真的需要我们的时候 我们能够使命 这是说在约翰 在第一世纪 第一世纪 九十年到九十五年的时候 他在写这个经文 写给当时的我们现在的土耳其 小亚斯亚的教会的时候 根据他们当时的教会的情况 他可以做了一个 告诉当时的弟兄们 他们缺乏这个爱 第十七品 他涉及到财务 凡种时尚财务的 看见第一需要不行 穷乏 却塞住灵敏的心 爱情的心 再能存在他里面 他看着一个 作为一个基督徒 对财务的看法 对财务吃一个什么态度 是吧 我们看到我们这里 不少的弟兄姊妹 都是康开解能 来支援教会的施工 还有支援的书 支援的弟兄们 他们的生活 第十八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不管你怎么有爱心 你的言语怎么好 然后主书 谁这样告诉我们 第十八点 小子们呐 我们使徒约翰他是使徒 他很有权柄 他告诉这些孩子们 就是我们这一般的义督徒 告诉他们 是小子们呐 我们相爱 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一个诚实上出来 看到了吗 最开始的时候 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 是吧 最后告诉我们 把这段命令给执行过来 不能执行为的言语上 行为上 言语重要吧 重要 重要 但是呢 你总要在行为上 承出来 不要承出来 这段经文 是约翰福 约翰福 约翰福 他在约翰福音里 两次谈到神经文的命令 彼此相爱以后 他在约翰一书 又再一次反复强调 我们作为基督徒 在教会里 应该怎样 出了一个关系 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他叫彼此相爱 那我想借助这段经文呢 给大家分享四点 通过这四点 形成一体 你就知道 彼此相爱的白龙去脉 你一定会知道 你自己应该 作为一个基督徒 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 那我给大家分享第一点呢 我们要服从主耶稣基督 彼此相爱的命令 right 我们过去 你看了 有人参过军 上级给你的命令 你这块参冲 对不对 你在学校里 你是个学生 老师给你完成作业 你要完成作业 现在 比这个层次要高得多得多 是我们的主 是吧 我们的天上的父 他给我们下一个命令 告诉我们 要彼此相爱 怎么命令怎么说呢 你看啊 对 是吧 《愿父亲》第一书 这十一节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这就是你们从七书所听到的命令 那这个命令是怎么回事呢 你看这第四行啊 第四行 这个命令组织了 对吧 这是基督征证明的命令 这是约翰福音 第十三章 第三十四名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教育的第一次相爱 这条命令是新的 在这条命令是新的 就是过去神已经给你这个命令 是吧 他又到了一二十四名 我们 我怎样爱你 你也要怎样相爱 要给他怎样相爱 对吧 神他告诉我们 我们作为每一个个体 不管你是 这个 这个 你是男性 还是女性 那不管你年龄 对吧 不管你年龄错 不管你也是从日本来的 你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还是台湾中国 还是个地来的 对吧 我们现在在座的也有我们当地人 是吧 每一个人作为基督徒 我们应该 处理关系的时候 要是应该是彼此相爱的关系 彼此相爱的关系 是吧 应该是互相的爱护 不管是我爱你 而你不爱你 是吧 而是你爱我 我也爱你 是吧 你爱我 彼此才是彼此相爱 那这个彼此相爱 怎么彼此相爱的程度 到了什么程度呢 那就说呢 就是说 耶稣基督他怎么爱你 他怎么爱我们的 也让我们彼此 要像他一样那么爱 耶稣基督怎么爱我们的 对吧 耶稣基督怎么爱我们的 耶稣基督 刚才路随出来 首先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在地上活了几年 33年 对不对 在33年中他干什么了 33年中 他看到犯了奸瘾的妇女以后 他怎么告诉他 你们不要 你们谁要没有犯过罪 你就砸他 如果你们自己有这个事的话 一定要不要砸 他是宽恕 对吧 他这样爱 爱每一个人 他是宽恕 他是宽恕 而耶稣基督贪财吗 耶稣基督对钱财 看得太特别强 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时候 那么多年传道 他完全有能力敛财 完全有能力给自己建个什么殿堂 耶稣基督没有做这个事情 对吧 耶稣基督他完全就是说 就是传福音 就是传福音 传得救的福音 他自己来拯救 就是说 中国中国说 房无一间地无一路 他没有这个 就是说 鸟儿有个巢 湖里有一个窝 而耶稣基督在那里 对不对 他所有做的一切全是事 耶稣基督在那个荒野里 经过四十年的时代 没有水和没有别的事 对不对 他还是其事 最重要的重要的是 他为了父神的大神 为了拯救我们 真的 自己扛着自己的十字架 在他的门头出卖里头 受了无辜的使用 受了边上 把他打钉子进来那里 他甘愿受死 为我们的罪受死 为我们的罪受死 一会我们会领这个杯 是吧 所以耶稣基他就是这样爱我们 等于你知道 能够舍去自己的生命的时候 等于你真的能够为弟兄 舍命的时候 你这个爱就彰显出来 就彰显出来 对不对 那彼此相爱 你看这个 就是希腊文了 叫阿尼奥老师 就是阿尼奥老师 这样 他这个中文 这儿就是说呢 这个是那个爱 这儿是那个彼此 彼此 所以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中文的翻译 和英文的翻译 和这个原来的希腊文是完全混合 他就叫你是一个每个在主里的弟兄姊妹 要真的要遗爱我 我爱你 对不对 那么 那你说 有人跟我这么说 我们经常谈到这个问题 要谈到彼此相爱的时候 有的说 我真难做到 我真难做到 为什么呢 有的说就涉及到 你像我在我自己家里 我连我太太就说 爱起来就很困难 为什么呢 我看她的毛病了 是吧 那我看着我的弟兄家里 要分钱财 又分这个 家里所遗产 我叫人就是打起家来了 是吧 就打起家来了 对不对 打起家来了 还有呢 我们在教会里 比如说有一段时间里 比如说几年在一起 可是我们彼此之间呢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交往 没什么交往 所以呢 你说爱什么 我也爱不起来 这里有这么个要点 这是个要点 这是个要点 那彼此相按 这不是 在这里不是告诉你 你沉浸在那种感情 我三天不见你 我都觉得说 我特别想你啊 也有这样 他不是这个 是吧 不是这个 也不是说我把你的感情 全部占颜 全部占颜 你就是爱我这个人 不是这样的 他讲的这里呢 是一个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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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我们这儿 处理自己的嘴面 你是不是对他仁慈 对他是不是对他 是一个人 你对他是不是看 是吧 你对他是不是 你是对他很谦卑 是不是 你对他有点 有长处的时候 你是不是欣赏他的长处 对吧 你欣赏他的长处 当他有错误的时候 你能不能灌辑他 如果是这样做的时候 就做到了 我过去在做基督徒以前 我其实就是我母亲也教我 就是对别人的民事 要关锅 要帮助 彼此相助 彼此相爱 可是呢 我觉得我就是做不到 为什么呢 比如说上大学以后 上运生工作 总有一个自己的理想 对不对 所有的东西都奔着这个走 如果符合这个理想的时候 你就愿意帮助人 如果说 一定有点事 比如说我一个同学找我来了 他需要帮助他的功课 是吧 在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考学的时候 我这个学 我假如说 这可能影响我的学业 这个时候我就有条件 是吧 你是不是等一等吧 我确实找个唐塞的口气 不行了 不行了 就这么做了 还有比如说 比如说在北京的时候 也有这个情况 今天我有个事 需要你帮个忙 本来这个人过去帮过你的忙 可是说这个时候 你最想说 把自己放在前面 你懂吗 放在前面 而没有设身诸地的 为他造想 是吧 可是等我觉知新主义以后 这个大脑 这个思想 就发生重大变 等01年 我看到 两个姊妹做了见证以后 等我接受耶稣基督 作为救助以后 我看到耶稣基督 真的在实际上 为我而流血而死 为我而流血 我看 他认识到我的罪行 等我向神 刹过以后 我决定 把耶稣基督 作为我的救助 作为众生的救助 我向他祷告的时候 我这会儿变了 如果认识了 我想是的时候 我要想 我是不是能辱要神 不能不能辱要神 我做这个事情 是不是让神高兴 让神的喜悦 只要是这样的 其他的都可以放弃 其他的都可以放弃 就是说我们思想观念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你就不难了 就不难了 就彼此相爱了 那我们在教会里 也会遇到情况 每个弟兄 你彼此之间相处的时候 也有产生误解的时候 对吧 产生误解的时候 也有的时候 我们做什么工作的时候 也可能这个事情 需要你来做 那个事情需要他来做 对吧 在你可能对他对方 也有不满意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能不能把你的事 就是说 这个事好的事 交给你来做 是吧 这个事不好的事 我能不能交给你 就是他来做 我来做 是吧 这个我可以的 等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真正能够 接受神的命令 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事情 就神的心意做的事情 明白了吧 那好了 那我们知道 这是彼此相爱 是神的命令 那我们怎么来度过 能够达到最终 我们彼此真的能相爱 彼此真的像一个 就是说 主里的弟兄神 要求我们这样 那我告诉你 我们需要一个桥梁 那需要桥梁 通过彼此相识 是吧 通过这个彼此相识 来达到彼此相爱 是吧 我们从这个心理学讲 角度上讲 等你刚开始 见到一个人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打量打量他 你看看 是不是 这个人 好了 坏了 长相如何 然后他这个内心 他是个好人 是坏人呢 是不是 然后你会打量打量 是吧 然后呢 你看到 等于你看到 这个人还不错 他不是从某个 好像做坏人 是吧 不像做坏人 是吧 所以你就开始跟他接近 就跟他接近 跟他接近 跟他接近 在我这个 在我 有些很简单的例子 大家都谈过对象 很少的 谈恋爱 等你 少数人 可能有这个 一件听起的 往往说 等你相认识以后 你有一个 介绍介绍 你的教育成果 你的教育 然后你的家庭背景 然后你自己有什么 生活的想法 你个人的爱好 从你认识到这个以后 我发现 你有真有优点 比如说 我太太Mary 我跟着真有优点 比如说 这个很开朗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做饭做得很好 然后对人有爱心 对人有爱心 然后呢 很进取 是吧 对这个 特别是这个 对孩子 孝敬父母 各方面也看不错 哦 这个时候你认识到这个人以后 哦 我就开始了 我这个人为欣赏了 你开始 哎呀 开始 那么我们 从这个 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 这个给一些数字 我们也不会记得 还有啊 我们从社会学角度上 像这样 比如说 你这会儿 你见了一个人 他是从日本来的 那我们做一个大陆人的时候 我们看到日本人 是什么感觉 我们在台湾也好 你看到日本人 过去日本人 七六五五 日本人好人不多 是吧 是吧 然后现在大陆也说 经常跟这个 中日关系 又是经常齐齐复复 是吧 又开始识别区啊 又有战机了 苍岛屿啊 是吧 这是一个人群心理啊 在这个人群心理 那你也会看到 如果说 比如说这个同胞 从台湾来了 对不对 那台湾来了 我们知道台湾的教育发达 是吧 又是同种同根的 这个中华民族 我们有文化相近 文化相近 那我们见到台湾同胞以后 我们就有很大的亲近感 比如说像我 马云九族头 这个当时当市长的时候 到了多伦多以后 当时我在从北京大学过来 是做访问的 开始 当时我一看那个消息 我说这个 这个马云九市长 他到这个多雷多 那个华人 就是那个 中国城的 农址农城 到那去 并且25块钱一张票 当时我有好感 说我一定见见台湾同胞 并且是市长 我说你买了两张票 我带着我儿子 就去 一直等到晚上十点半 等到十点半 我儿子说肚子疼 肚子疼 你坚持一会儿 今天是难得的机会啊 是吧 台湾同胞 又是市长 是吧 所以终于我就最后等到了 我得有一个相爱的 就是相亲相爱 是吧 相亲相爱的感觉 相亲相爱的感觉 所以呢 从社会讲到 是一个人群 这是一个人群性 还有说 比如说这个人 从福建偷渡过来的 是吧 你看这个社会现在 哦 这个 还是离开一点 他是不是这个吸毒 是不是给我带来麻烦啊 这就是这个爱的过程 很难建立 是吧 这不太容易建立 甚至十年八年也很难建立 是不是 所以呢 我说呢 他这个 所以呢 如果是彼此相爱的话 你要建立一个桥 我们圣经里这段没有 没有这段的话 但是呢 我想给大家加上 给大家加上 知道 彼此相爱 有一个桥里 你要开始要彼此相识 彼此相识 等你彼此相识的过程中 我建议大家呢 你要彼此相识 发现对方的优点 对不对 爱对方优点 这样就能够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比如说我 我从多伦多来 来了三个月了 对吧 如果你能发现我的优点的话 你就是容易 对这个牧者比较亲近 对吧 这个王浩然传道啊 王浩然弟兄啊 你看 他很爱着爱着爱着 是吧 他很那个爱他家 是吧 然后呢 他很用心 是吧 很用心去做这个事情 是吧 但是呢 你不这么想 你看看 这次有犯点什么错 这个道呢 我看着声音力不足 是吧 或者说你看着这个道呢 这个他唱歌呢 这个五音不全 对不对 或者说 这个你发现什么 他来了他太太还没来 是不是诚心不够啊 对不对 你要听着这个的话 这个爱着爱着 对不对 所以说我说你在这个 这个过程当中的 这个 对这个巧识 你要彼此相爱呢 你要看到她的用点 比如说我现在啊 我看我太太Mari 是哪都是好的 为什么呢 我全身心里 集中那百分之八 九十的好的地方 那饭做得好 是吧 人长得也不胖 是吧 然后 然后就讲 是吧 不好意思 没有影视啊 没有影视啊 然后那个 就是每天给我打个message 说那个 今天怎么样啊 是吧 今天怎么样啊 然后说这个 给我报报工作啊 这个儿子照顾他怎么样 是吧 我一看这个 都看在有点 我希望大家回去以后 也这么想 就这么想啊 这样的话 你就能够彼此相爱 那么我们教会里 对吧 我来了以后 你看到啊 我们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为了建立一个 彼此相爱的教会 这件事情呢 彼此相爱啊 你要彼此要接住 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 我们干嘛了 我们要出去交友 出去交友 是吧 我们通知大家 然后到这儿集合 集合以后 大家要相识了 出发以前 我们争许啊 做一道道 一起拿起手来 对不对 拿起手来 然后到了那儿以后 一起共餐 一起共餐 回来以前 我们要把照顾彼此 对不对 那我们做了一个 交友 我们有十两个社 大概四五十人 对不对 你们还要彼此 彼此相爱的 那我们建立一个团结小组 各位兄弟 我们不知道 你现在有多少人 参与过团结小组 对吧 我们这个月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参加人次 也达到就是 三十多人 快四十人了 对不对 我们在团结小组里 你可以唱出一个 把你想 分享到神的福音 神的话 讲出来 跟你生活的变化 讲出来 对不对 生活的变化讲出来 那么还有个祷告会 你看我们祷告会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 等你知道 你真心 虔心的 诚实的 把眼睛闭上 像给他人 给你的邻居子 祷告的时候 我跟你说 你祷告不上三次 你们过去的仇恨 就全无目标 他才不会有机会 有的仇恨 对不对 所以呢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 彼此相熟的过程 也是一个达到彼此相熟的过程 各位兄弟弟 所以你要有勇气 我们要真的 通过彼此相熟 后面 我是Jake弟兄 还有David 他们要每个月 明年就是说 第四个星期的 第四个星期的 星期六晚上 六点半到八点半 我们有体育活动 在这个时候 我们通过体育活动 每次一起打球 你自己的球 我自己的球 我把这个球传给你 你传给我 对不对 我们就建议到彼此相熟的过程 是吧 我们通过彼此相熟的体验 我们彼此相熟 彼此相熟 我们这次有个 实际上 Nancy有见面 就是我们星期二 星期二的时候 Nancy有一个活 有一个团结小组 当时的时候 这个叫艾军祭吧 他突然就是 因为他一个人 从来没有跟先生分开过 他突然就哭了起来 突然就哭了起来 他说这个世代是什么 当时的时候 我们当时几个弟兄之类 就马上给他祷告 马上要祷告 就是说我们在主里的弟兄之类 我们不需要时间 我们就把这份爱心展现出来 展现出来 这个时候 等待他祷告以后 爱心 爱就是紫园 他马上就看不到 看不到 对吧 我们就把我们的爱给他 等需要的时候 就是这样 如果你看到 对吧 看到就是通过彼此相识 你就打到彼此相爱上去 是吧 现在好了 那我们真的已经把彼此相爱的桥给架起来了 是吧 我们南京长江大桥 是吧 这是第一座桥 后来在长江上有多少桥 现在可以从上半座 从挂川中国大陆南北 我们把这个桥建起来了 那我们真的要打到彼此相爱 还要做什么工作呢 爱的反义词是什么 爱的反义词 是恨 对不对 爱的反义词是恨 那么一定要我们把这个爱的拦路虎给打掉 就是说 我们要 对吧 扔掉仇恨这把杀人的剑 仇恨这把杀人的剑 仇恨这把杀人的剑 你看经文啊 这个约翰一书啊 这三章第十二节 这么说 不可像该隐 他是属那恶者的 杀了他的弟兄 为什么不能像该隐呢 该隐到底干了什么呢 在我们创世纪第四章一到十一到大十四节 有关该隐和雅国的故事 他是这样讲的 我们的使徒 这个亚当和夏娃 神让赐给他们两个孩子 一个大的叫该隐 他是种植物的 种庄稼 是吧 另一个叫雅国 他是养牧羊的 牧羊的 而到了时候的时候 该隐和雅国 他们给上帝给神献祭 献祭 而这个该隐献祭呢 是植物 是植物 神看着他不诚心 是吧 所以看到神 他只是做个样子 这会儿神就把他的礼品 把他这个现代记给拒绝了 没收 你懂啊 没收 一个是没收啊 而雅国 他现在是投生的羊 神看到是成心的 是吧 羊流的血 可以帮他死罪的 是吧 所以呢 神就把他的德物给收了 并且特别欣赏了 是吧 这时候这两个弟兄开始做比较了 当然这个雅国很高兴 可是该隐心里很酸啊 是吧 好不容易拿着这个植物 对啊 然后我就是中庄间的嘛 献给了嘛 神就拒绝了 他多么的难受 是吧 我也知道啊 但是该隐犯了个大错 他开始有忌妒雅国的幸福 忌妒 然后呢 他看他也想得到神的欣赏 贪懒 对不对 在这个贪 在这个贪懒的基础上 又想又想得到这个赏赐 可是自律做的不够 是吧 又不够 然后这个嫉妒心就来了 等这个嫉妒心来的时候 怎么样 就开始有冲动了 你看他杀人了 很多就是这样 对吧 有冲动 他就把他的弟弟 他个儿大吧 年岁长了 他就把他弟弟拉到野外去 把他给死 勃勃地把他弟弟扭杀死 勃勃地把他弟弟扭杀死 这就是该隐 这就是该隐 神告诉我们这里 我们绝对不可能像该隐一样 我们绝对不像该隐一样 他是一恶傻傻 一恶傻傻 他是他自己的罪 他的贪婪导致他会做这个事情 导致他会做这个事情 对吧 你看这个 这个 因他自己的罪 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五节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 我们作为主里的弟兄姊妹 作为弟兄姊妹 我们本来都是信耶稣的 信耶稣子的 我们都是作为他的肢体 对吧 应该是彼此相爱 可是如果你有一个恨子 一个仇恨在你心里中 你内心里就有一个杀人的这个灵存在 而这个杀人的灵的存在 你就导致你 记忆 因为你的贪婪 当你冲动的时候 就像该隐一样 又杀人 又杀人 其实这样的故事 体不胜体 我给广东长君取了很多 取了很多 我们那个 就是 911事件 2001年911的时候 那个本拉登他们那个组织 对吧 他们那个组织 又能飞机 灌了多少油 来 去杀双子星的 去飞到这儿 然后去杀人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仇恨 就是因为仇恨 对吧 那我们带着过来 我们是从大陆来 从这个台湾来的 大家都知道 在60多年以前 有一个国共内战 是吧 国共内战 当时 蒋总统是怎么说的 对共产党的党员说 宁可错杀一千 绝不放过一个 对吧 绝不放过一个 这是当时 蒋总统他们的政策 那共产党等在大陆 取得政权以后怎么办 大陆很多精英的国民党人士 作为土豪猎身 杀了上百万 中华民族的精英 就这么被造化 因为都是因为仇恨 都是因为仇恨 日本侵略中国 中国打了八年抗战 死了多少年 财产损失五千亿美元当时 对不对 无极其数 就是因为这种 种下了仇恨的过根 种下了仇恨的过根 到现在 还是互相不信 一旦有点风吹草动的时候 就严战争 不行就发核武器 朝鲜 今年三月的时候 我们要发核武器发到美国 对 我们要发核武器发到日本 对吧 都是仇恨 仇恨就要杀人 我们台湾在1947年 2月28日 大家都知道 不少从台湾来都知道 有一个商人 他就是因为想解税 实在是不堪重数 结果被警察打死 陷阱打死 对不对 到之后来 大阵亚 这种仇恨 在台湾几十年了 虽然已经道歉 但是这种仇恨还存在 还存在 所以我们 作为人 作为独立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把这个仇恨的剑扔掉 是吧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我们要爱仇恨 我们要拿出实际行动的爱仇恨 等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的教会就能办好 对吧 就我们的教会 我们 就是说我来坐这三个月了 我可能有些方面 做的有不足的地方 但是我不希望大家恨 对吧 不希望大家恨 但是我也是绝对不会恨大家 因为神告诉我们 我要爱 这些事情 没有 这里没有一个成绩 没有一个成绩 对吧 我们华人有一个文化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里讲 阶级斗争要天天讲 年天讲 日日讲 我们白石平安宣告会 我们在座的各位自卫 我们阶级斗争一天也不讲 疫苗也不讲 我们只讲爱 阿美不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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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各位先生 那么我们又知道 彼此相爱是神的命令 是吧 我们要架起了彼此相爱的桥 是吧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抛弃这个杀人的箭 这个仇恨 那么现在我们该怎么做 就是要付诸行动 把彼此相爱付诸行动 在这里我想赠给大家几句话 也许你对你有说过 是吧 《奴牙婚言》第十一章第十七节 他晓得 各位一起念好不好 他晓得他们的意念 面对他们说 凡一国自讲纷争 就成为荒场 凡一家自讲纷争 就必摆落 真言第十五章第十八节 一十年 忘忘的人 草 hac争端 隠度的人 识解奋争 真言二十章第三集 遠离奋争 知人的均� Anda �忘人 周外争闹 有了神的命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 彼此相爱要付诸行动 你看看这个 约翰一书第一章 第三章第十八点 就是刚刚一样 小子们呀 你们呀我们相爱 不要只在言语和神路上 总要在行动和诚实上 对吧 那么格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一到十三点 我上次在九月十五号讲到 我们爱在于行动 爱在于行动 我们这个爱啊 表态在言语上 我表态也是一段重要 等你太太需要一句 我爱你的时候 你好不有意地说一句 我爱你 我真的很爱你 我觉得你哪都好 我脚腿哪都好 对吧 我们家里去了你真不行 我一天也不愿意给他爱你 是吧 你要说 你要说 这个有时候啊 给言语 给这个行为啊 可以同样地住到 但是 这次 我们的使徒约翰告诉我们 不能直听在言语的神路上 不一定承认是吧 等你直视天天 说这个时候 等他看不到 你的行动的时候 他就会感到失望 因为期望越高 失望越大 期望越高 对吧 你说了我一千遍 外面 可是我就看不到一点行动 等那个过那个 我生日的时候 也没有给我买个生日蛋糕 等我这个 也没有个卡 是吧 等我这个 特别需要你 我生病了 你也没到床头来照顾我 是吧 他看着我这个恶心 吐的时候 你也没拿到盆子 给我接 是吧 这样的话 当然他会失望 但是你一定要在你的行动上 对吧 在你的行动上 对吧 那我讲了什么行动呢 我给大家分享这么几点 时间不多 那就说我们既然彼此相爱 我们要彼此相互帮助 彼此相互帮助 等他需要一个祷告的时候 你给他祷告 是吧 需要一个祷告 给他祷告 等他心灵上 有创伤的时候 你去安抚他 你去安抚他 对吧 就安抚他 等他确实 比如说他的经济上有困难 我们华人有一个传统 并不一定像西方人需要贷款 有的人就可以拿出多少钱来说 我这儿等 想花钱用 是不是 对 他可能回报的你 可能成倍 甚至说 不是金钱能够弥补 对吧 我到日本以后 我去日本以前 我借了一千日元 去了日本 就相当于十个加币 对不对 他借给我十加币的人 我到现在别忘了 我回去以后 我经常去抗华 你懂吧 所以说 你不要利息这个 这个帮助金钱来帮你 我们就是说 只要你有付出的时候 他会做到 你相信就是说 滴水之恩 女权相报 要逼得咱们 大家说 还有一个事 等你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要就是说 不要伤害别人 为什么呢 我们人有个自信心 如果你一拼命地 一会儿地去帮助别人 但是别人给你帮助的时候 你从来都是不要的 从来都是拒绝的时候 这个人 他的内心可能受到伤害 为什么呢 你是灵敏 对不对 你不是真心要帮助我 因为你一脚上 你自己厉害 你不是要我的帮助 对不对 所以我有的时候 我都像师父 Maria请教 这个单词都不发音 对不对 他脚上 哎呦 他有请教我的时候 所以的话 你要这么做的时候 对方的比较容易接受 比较容易接受 所以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在教会的时刻也是一样 彼此相处的时候 等你经常帮助别人的时候 别人偶然有机会帮助你的时候 你就张开双臂 来 帮我做 我非常高兴 非常感谢 好不好 阿妹不阿妹 这是个帮助啊 再一个 我要彼此饶恕 彼此饶恕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你因为他爱他嘛 你从内心里爱他嘛 你从这个骨子里开始爱的时候 如果别人犯着你的时候 可能伤害了你的骨 可能伤害了你的名誉 是吧 可能其他任何事情 我最觉得这个事儿 应该就是他的错 就是他的错 可是我还不得不给他道歉 是吧 为了和平吧 是吧 为了和平吧 这个时候 你要 也要宽恕他 要宽恕他 因为耶稣基督能宽恕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这么一个 本来是因罪要死的人 耶稣基督都能赦免我们 是吧 我们有什么理由 不能宽恕一个弟兄姊妹 他的一点错误 两点错误 三点错误 我说没关系 因为为了主 为了荣耀我们的事 我们还要彼此同心 彼此同心 彼此同心有的时候也不容易 不是不容易 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背景 有的人用大房子好几栋 有的人像我现在是租房子 是吧 还有的 比如说你的教育背景 有的人很多的学历 有的人我就没酿文化书 有的人会说好几种语言 我有时候就说一种语言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要同心啊 是吧 要同心 怎么同心啊 我希望就是说的 你这个高的人 你这个优秀的人 你能够取救 差一点的弟兄姊妹 是吧 这样的话 你就容易同心合意的做一件事情 成就神的伟业 而不是成就我们自己 我们要彼此同心 彼此同心 那传道书这么多想 三步合起来绳子 不容易折断 不容易折断 对吧 我现在最后呢 我想用美国独立战争 对美国内战的时候 一个故事 给大家解释今天的讲大话 你知道美国内战发生的哪一年 1861年 对不对 1861年 当时呢 美国的南部和北部 因为奴隶问题 因为经济问题 因为农业问题 因为很多的事 他们就调和不了了 开始打仗 对吧 打仗 他们打仗打了几年 四年 是吧 1864年结束 等这个结束了以后 你知道 这个黑人和白人之间 他们的差距还是之大 当时的白人 从骨子里 还是瞧不起黑人 瞧不起黑人 他们对黑人 不能坐同一个机车 不能上一个厕所 很多很多的规矩 很多很多的规矩 这个时候 有一个黑人弟兄 黑人弟兄 基督徒 他就来了 维真点 就是说 维真点这个州里 有一个福利堂皇的 白人教会 他就疼疼疼疼 闊了婚梁伙子过来了 就像今天一样 这里的杯和笔 都在那儿放着 对吧 他就蹦 叉子液的 他要领住那杯 你知道当时 两边的西人 的怎么反应 都是 非常的 就是 对他 非常粗铺 然后 你攻试他 攻试他 说什么的都有 是吧 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他 就和那个 这个黑人 这个地区一样走到前面去 一样把他跪下 同样一同来领神的碑 来拿神的碑 这个时候周围的白人都被感动 他们就跟着这个李先生 他就是南军司令李察德先生 他们就说 这里头来说 你看到在神的国度里 在我们神的碑和碑面前 我们作为基督徒 是不应该有高低贵贱的 不应该有贫富的 不应该有负责的 因为我们都是主力的神奇 既然我们在1864年的时候 李察德将领当时的白人能做到 我们现在来使平安华人宣道会的 各个罗位子里我相信都能做到 都能做到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各位学姐们 好 今天 这道具讲到这里 还请不吝点赞 一下 还有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